現在看到的是最後一批學生 在昨天撤離天安門的情況 當時已經是黎明時分 學生是由天安門向南面撤走的 他們走到前門大街的時候 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 這些學生是戴著口罩 他們以為這樣可以防備軍警的催淚彈 但是想不到軍警是用子彈和坦克車對付他們 這個學生很傷心 不斷流出眼淚 其他的人就向記者展示血液和同學的傷勢 而學生看到記者的時候 終於是忍不住 向記者傾訴他們是怎樣受到軍警的對待 在學生撤走的時候附近仍然是有車輛在焚燒 在學生撤走的時候附近仍然是有車輛在焚燒 遊曔 照合 雖然幾年 礼物 雖然 小 Kingston 貼